The new guidelines from ICE say any student with a visa under its student and exchange visitor program must take an in-person class who are studying at American university's own visas will have to leave the country if their classes are entirely online go solely online Those are the new guidelines released by ICE I think it should be done 讓他們不知所措 There are about 1.1 millio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the U.S. currently 就趕緊看看機票多少錢了 我覺得他們這個行為是不是有些盧猛 These students who are in the U.S. who are now forced to go home can't go home because of travel The modifications were posted on ICE's website with a student visa must leave the country or transfer to a school with in-person learning 第一時間跟我爸媽分享了這個消息 看他們有什麼打算 這個規定聽起來是有點荒唐的 所以還是不太相信說會真的落實 我就馬上給學校寫郵件了 學校就秒回我 說我們知道了這個是一個比較令人傷心的消息 但是這個由於政策的不穩定性 我們強烈建議你不要去做任何決定 疫情爆發到現在 其實我都已經感覺習慣了 覺得就是今年恰半年的網課 是肯定是板上釘釘的事情 我覺得大家都應該有選擇的權利 一個是選擇他們是否要去追求更高教育的自由 另一方面是他們可以選擇 接受教育形式的一個自由 我們這些受政策影響的留學生 是蠻痛苦的 因為這一項決定會 影響我們很多的事情 馬省的其他的學校 在得知這個新政策之後 他們比較常見的反應就是改成了這個hybrid 我沒想到哈佛和MIT會這麼的resistant 沒想到這麼鐵 當他們發生的時候 我覺得會給大家更安心的一種感覺 我們學校昨天剛發的郵件說 已經加入聯盟一起起訴 反正也不是被震驚第一次了 怎麼說呢 精力多了你就懂得放平心態了 我們要一會兒把他前兩天買到的三千多個口罩 我們要一會兒把他前兩天買到的三千多個口罩 然後發給國內的一個醫院 就特別焦慮 真的特別焦慮 就是每天睜開眼睛就開始找機票 睜開眼睛就研究機票 就看哪裡還能飛 每天就圍繞機票兩個字 我大概率是可能不會回國了 我三月份就頂機票了 但是機票就一直被delay 被cancel 因為美國這些政策一直在變 很有可能擔心自己學也玩不成 考慮到這些風險 然後就決定不回國 我的學校 多仁大學在三月份 就是在 就已經發郵件給我們說 之後所有的課程都會改到線上 然後也會鼓勵學生 就是盡量地回到自己的家裡面 不要留在學校 還是回國比較靠譜 因為現在就是那個學生公寓 它也不是非常的 就是完全的可以隔離 因為還有那種通風系統 不是可以有通風系統 就是和整個大樓都是通風的 還是有一點危險的 就希望大家知道 我們其實在國外 好像看上去很無憂無慮 沒有什麼事情做 但是其實我們 心揪得比任何一個人都緊 前兩天看一些新聞的時候 真的就 我每天都在哭 然後 最後哭了就覺得呀 就是哭也不頂用 對吧 所以 我就去參加了很多 各種各樣的活動 昨天參加了一個關於疫情的workshop 就是我們就是在探索 就說這個food culture 還有這個現在比較嚴重 discrimination的現象 跟這個疫情相關的影響 我在英國已經呆了四年了 然後 其實前幾年我都沒有遇到這種情況 但是就是疫情期間 就是在中國城的一家 就是中超門口 有一個非亞裔的人 然後在 在那個超市門口大喊 就是fucking Asians 然後就是fuck off 這種 就當時其實很害怕 因為他聲音喊得很大 有的就是Asian 因為戴口罩被在地鐵站被人打了 或者說在地鐵站被人直接推下那個軌道 然後當時我們就也會覺得很害怕 然後就不敢坐地鐵或者是戴口罩 然後外面再圍一層圍巾這樣 起碼我在英國我沒有感受到就是對亞裔種族的這個歧視 我覺得我沒有感覺到我遭受過什麼種族歧視 然後我也不怕種族歧視這件事情 就是只要他不要就是對我造成什麼非常大的影響 我就我不懼怕這件事情 在這個期間我其實還收到了 來自大使館發的那個健康包 就是所有的留學生都就是如果你去登記的話 都可以領到這麼一份健康包 裡面有兩盒蓮花清溫 一個消毒濕巾 還有十個普通醫用口罩和兩個N95 然後也讓我感覺就是 並不是說獨在一箱為一刻 就是一直被祖國惦記著 還是很溫暖的 我跟我父母是屬於無話不談的那種類型 所以就是我也覺得很很慶幸的一點 就是他們非常尊重我的選擇 雖然他們我知道他們非常非常非常的擔心 但是他們就壓抑住自己的這份擔心 就是允許我待在倫敦 然後可以繼續享受這邊的生活 所以從這種程度上來講就非常感謝他們 平時很忙的就是那種家裡的親戚 然後大家發現都一開始一起做起來吃飯了 然後好好地研究每頓飯吃什麼 然後我們也不談什麼工作 我覺得這個讓我很震撼 雖然我沒有再其中 但是這個是給我一個很大的觸動的 我之前還是會有一點點擔心 但這樣的話看到結果之後就徹底放下新聞 其實我現在比較平靜 而且我現在覺得我慢慢就是不會擔心任何未知的 就是這個疫情就是讓我覺得就是沒有什麼是不未知的 就還是要放平心態去等著去看一些事情 但我覺得關鍵點是如何在這樣一個等待和焦慮的過程之中 讓自己內在的樂觀一點 就是疫情三月份開始 就是我可能四月份五月份都處在著非常暗的時期 然後後來也是慢慢地就是覺得應該做出一些改變 我在家面樓下散步 這裡有一個小公園 然後我最近因為疫情我心就是我開始學潛水 就我覺得free dive 的時候能夠release很多我的pressure 我挺benefit from疫情現在的quarantine的 我覺得我可以靜下心來 然後就是看很多綜藝 但是也可以看很多書 還能夠鍛鍊一下廚藝 我覺得還是挺好的 疫情結束如果就全世界都好了以後 我能跟朋友一起就是出國旅行 我就很希望能盡快地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我還是喜歡自己的生活 我覺得生活肯定就是有開心的有不開心的嘛 至於你喜不喜歡你現在的生活完全是 完全是看你自己是一個什麼樣的心態的 疫情結束了之後應該會好好出去看一看 感受一下這一切多麼的來之不易 對 优优独播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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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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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